球后戴智颖一家智产有道永四屋 奖金700万高雄能再买一间 球后戴智颖在东奥语球女子单打金牌战中夺得银牌 可以获得奖金新台币700万 加上高市府加码给的84万元 共计近800万元 奥运选手一次拿下大笔奖金 也让外界好奇奖金该如何利用 之前媒体曾经报道 戴智颖除了在球场上的表现十分神勇 球后和家人也很懂房地产投资 苹果查询戴家人目前在高雄的自产情况 范围包含南高雄临雅区 北高雄左营区古山区 自产项目倾向透天措 高雄市左营区巨蛋商圈附近 有一栋五层楼三角窗透天 该房外观悬挂巨幅戴智颖人像 已有横幅的招牌戴蒙 以及戴智颖个人品牌logoTTY店面 据了解就是戴智颖所购入电梯透天电柱 主要是为了让连麦的阿嬷不必辛苦爬楼梯 根据实家登陆揭露 该房购于2019年7月 地坪63.14坪 建坪212.8坪 规划五房二厅七位浴 总价5580万元 苹果查询藤本 戴蒙店面所有权人为戴性女子 戴性女子的登记地址 在另一间古山区域名街一栋五层的透天 该透天为纯住家 地坪35.11坪 建坪92.04坪 于2020年10月以总价2,05万元取得 并标记亲友、员工、共友人或其他特殊关系兼之交易 查询藤本一栋 该房曾在2014年12月遭到法拍后 为戴性自然人拍定 在于2020年10月转手给亲友 戴蒙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林亚区四围四路的一处公寓的六楼 该房产登记为戴性女子所有 2017年总价630万元法拍取得 另外戴姿营的老家也同样位于四围路上的一栋透天 屋龄46年为戴家去给处 综合上述 可知戴家人投资不动产偏向店面 推测应有亲友懂法拍并投资法拍屋 会适时给予戴家人置产意见 从戴家人在左营古山置产的情况来看 那左营的戴蒙 店面临近巨蛋商圈 捷运巨蛋站 那周边还有汉神巨蛋百货公司 瑞丰夜市 地段精华 但是该店面比较为博爱路再进去一点了 没有很多的车潮跟人潮 算是闹钟取静 适合居住 大家人资产有道 眼光相当好 那因为北高雄的地价年年上涨 购买透天保值性高是对的选择 至于拿到700多万的奖金 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新房 JMO等临近 好子里森林公园 总路也仅需十分钟 规划21到46平 二至三房 总价约需一千至两千万 Mickey 一点 辈会 写 年